九月頭颱風蘇拉雜港 不夠一個星期又遇上五百年一遇的暴雨 上星期小犬又突然掛起大風 三個衝擊令不少地方難以復原 由將軍澳保林村的街坊表示 暴風暴雨令他們進入黑暗世界 公共設施的燈壞了 晚上黑媽媽 居民出入都很不方便 八號風球之後 這裏的燈一路都沒有著過 沿路走過來都是黑色的 這裏是有光管在這裏的 但是是一路都沒有著過燈的 八號風球之後 十號風球之後 作為一條位於戶外的公共走廊 日後沒有燈很正常 但是如果晚上都沒有燈 你又怎看呢 河客啊 什麼都看不到 一走那條隧道就什麼都看不到 就危險啊 可能有人躲起來了 你又不知道又看不到 怕怕的 晚上出家都不太放心 現在很多人都是 一百點鐘要回家了 黑咪蚊了 還沒打風之前有的 打完風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燈 還要沒有兩棵樹 十號風球加上黑色暴雨 翠嶺了這兩棵乘四五米高的大樹 屍鞋整個月都沒有人清理 任由日曬雨淋 我們在村裡走過 見到有不少的嶺樹 就像我身後的這一棵 整棵連根拔起不得止 還要打橫躺在遊樂場上 小朋友上玩都沒得玩 9月1號的 現在都10月14號了 都沒有人清理 阻住行路很不方便 要繞過大圈 很多嶺樹都沒有 這陣燈和這裏 已經過幾月都沒有燈的了 因為嶺樹都過不了 一次游一次的颱風破了 為何還不清理 大家都知道 三場重擊 令香港很多地方都受到影響 不過隔了這麼久都未收復清理 似乎又真是慢了少少 當局要加把勁了